新幾一年快到了 知道大家都用電子日曆 但是有一份實體日曆都不錯 我們慰勞不存 就是想集中我們的暖意 送你一份2024年的日曆 如果你在香港 可以到旺角的新亞圖書中心 或者如果你在加拿大多倫多 可以去到Finch Avenue West 及Barthus的Haven Brews Coffee Shop 索取一份慰勞不取暖 2024年的日曆 從言為止 我李嘉豪 朱富強 麥芝華 蘇根晉 同你慰勞 又祝你新年快樂暖粒粒 我是李嘉豪 他是猶太大屠殺研究學者 我是蘇根晉 他是半世紀舊書店守護者 我是朱富強 他是檔案解密專家的 前檔案館館館長 我是麥芝華 他是香港廣播界一代Diva 他們四個人 每週一定圍勞 和寫信來的你 一起思前想候 因為他們相信生命的奇蹟 一直到最後的最後 想聽他們四位的Podcast YouTube 心談節目 請到 W A I L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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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 com 惟勞 不不脫緣 每週惟勞心談佳 慟勞不脫緣 惟勞不脫緣 枟勞不脫緣 為勞不脫緣 枟勞不脫緣 为勞不脫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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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很喜歡蘇博士叔庚子說的 他沒有說是原諒 但是他可以叮一聲 別人背叛他也好 別人對不起他也好 他叮一聲就說 這個是你的選擇 可能這個是我的收穫 也不一定 我真的很喜歡兩位哥哥 對我這方面是很有收穫 我也很喜歡家豪 在我們主持節目裡面 有時又潑火 有時又開開我們各自 這種主持方法是我做這麼廣播 是很少見的一個好的主持 跳起話題 他有時潑火 我們又炸家衣被他潑倒 不會有門床 謝謝大志華 如果我剛才的風格 變成一口砂糖一口X 也不是 X和砂糖混在一起 分不出何時是X 何時是砂糖 簡單來說是屎撈人 最初我沒有跟你說過 我做這個圍爐不取暖 最主要都是赤報恩 我覺得我從來是沒有 就是想像不到我自己是這個角色 在一個角色 就是說要說那些東西去幫到人 我真的想不到這個角色 所以每一次我在做這個節目 我都是戰戰兢兢的 戰兢兢就是怕著說錯話 即是說錯歪理 我是很怕這件事的 但是有時我再想回頭 都不要緊的 總不知盡量將你自己心裏面的東西 用一種愛心 即我經常講的 你將心裏面的說話 用一種愛心去表達 即我經常督促自己提升自己 愛心 即是你一定要看到別人同理心 聽眾裏面 即是那種憂鬱 那種困擾 很有印象 麥芝華有一次 他輕輕大過一句 但我很有印象 他說他是輕有感而發 他說朱富強 你真的當了他是女兒 是你的女兒 你這樣回答 只是輕大過 但他意思是很捉到你說 你那種用真情 好像是你的女兒 他關心他回答他 是的 當然在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不斷地學習 即是說 他講你的主持風格 當然很難得 亦都說蘇根哲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好口才 對我來說 我不覺得蘇根哲是好口才 但他有時說出來的時候 很多說話就是慢慢去細著 他用用語和詞彙 很多時是用革命化去理解 之前我們曾經有一集說 說背叛和選擇 是吧 我命記之心 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所以除了報恩之外 去年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覺得整個旅程都很如願 要講到報恩 我要公道說 你報我的恩我和你做過一季 你都做了一季 所以之後希望你享受做 就不用再報恩了 你都幫我做了兩季 我最早一季 就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跟朱富強做節目 我可能都跟你說過 有時有很多聽眾 是不約而同 不止一個聽眾 就叫你說 好有一種合事的味道 我就封了一個名字給你 就是合味道 合味道派 尤其是星期五的個別迴訊 那種風格 那種之爽 那種很瀟灑 那種合味 是很出的 這個相信 喜歡聽這個節目的Podcast的朋友 包括他聽你星期五的個別迴訊 都會知道 那芝華是一個很穩固的派 是很安心的 我不可以說很武斷地說 但是我是有份信心知道 如果你聽我們幾個個別建議 起碼如果你想安全 你聽芝華是不會先行差答錯的 你想有創意一點 那就再聽一下 就是聽完 但是如果你說你聽芝華那個 多數都不會死錯人的 基本上都 不過有時候有例外 比如上次芝華說 你去結婚啦 這樣就解決了 蘇根捷說千萬不要 這個就別論 那個case 那麼蘇根捷就是 關我Else派 不用理的 不過我做這個節目 我第一集也有講過 剛才朱虎琴很好 但我想起他一講 我想起四個月前 開始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都講過一番話 我都想從這個節目當中 當然過人是開心 亦都希望幫到大家之外 亦都自助的 即是我也幫到 你們幾位 包括蘇根捷說的 遇到憤怒 怎樣面對呢 這樣 哇 原來是可以視為 我只是覺得這件事 原本它有potential 令我激怒我的這件事 我只是覺得很有趣而已 換了一副眼鏡 原來是關我Else的 真是可以 蘇根捷 多謝你 你了 你做這個節目的感想又怎樣呢 他做的事越蜂茅 我就覺得越有趣 我回憶起以前年青的時候 過年我都可以說到天花龍蜂 新年的期望 但是到現在我只是很簡單 越來越簡單 到今年就簡單到 就只是祝大家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已經是很簡單的祝福了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這兩樣 至於我們的節目 我都很高興 大家能夠經常擦出火花 未知到雲台 認識我和我相似過的人 個個都覺得我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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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那道笑聲 論點精之筆 其實我對於一樓進學的 其實這些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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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都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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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大家都在這節目中看到我 保護資格會很久 不過我們都發現了 這件事情 就是妳說威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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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 壞周邊 上次妳提及過 蘇根治有些很高超的東西 他說他在這個專欄裡踩自己 他踩自己原來是帶出一個讚自己的 你不是說過了 我也發覺他踩自己的時候 是帶出一個讚揚自己的 你是有個本事的蘇根治 你剛才說你是魏君子 我都立刻按一按 我立刻想說你不是 不過我又中了你下懷了 如果我這樣說你不是的時候 我們三個都沒有 我剛才我本能就說蘇根治你不是 死了他就中了他下懷 他就想我這樣說 可能就是 他就是不是 我厲害了 我撐了幾秒 我撐了幾秒 三個都是 都沒有跌落這個陷阱 跟你做節目做那麼久 知道了 希望今年繼續合作愉快 好啊 很多謝各位聽眾 無論是遇到男女朋友 女朋友是否拜金 我能否做到她的要求 或者移民回流 怎樣好 這些都是很大的決定 帶點信任我們幾個 回不回來好 還是回流 還是蘇根治做個國際人 希望都刺激了很多的思考 特別有一點的 我收到有時聽眾的回應 就是說我是沒有寫信來 不過呢 我自己有時面對 遇到相同的難題 或者近似的難題 無論是中年人的性生活等等 但從聽你們的解答 都令到我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都是我們的節目想做到 是的 我覺得即使我們不能夠 真的幫你解決到問題 但你在聽節目的時間 得到一些樂趣 那就已經足夠了 這是一種事 我要不斷強調的就是 我希望那些聽眾 不要以為我們是專家 首先我才聲明 我真的不是專家 很多議題 我都不是專家 很多時候我都是即時去思考 推考之類 都是完全是 真的基於自己的 有限的人生經歷 就是這個我想說的 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說 有四個做的時候 四個有不同的人生經驗 帶上來這張直播室的桌子的時候 就是希望可以 除了互相碰撞 拆出一些新的思維之外 亦都是由Day1已經說了 麥芝華 不是一個輔導節目 而是一個人生經驗的節目 是從我們人生經驗走過的 所以亦都多謝芝華 經常可以帶一些女性的角度 不是 我都很想說一件事 我們幾次節目都是 你遇到那個困難 那個對方那個人 那個對手 其實我們經常都鼓勵 你們一起聽我們的節目 就會解決了很多問題 你不需要教他怎樣做 朱福強教甚麼 李嘉浩教甚麼 蘇根治教甚麼 麥芝華教甚麼 不用一起聽 一起聽的時候 又比較是客觀很多 讓他自己聽 讓他自己吸收 那我覺得是 你那個聽眾那樣東西 是兩夫妻一起聽 兩父子一起聽 兩母女一起聽 或者幾個老朋友一起聽 那還過癮 還幫得更多人 我只是聽到上次說 有一集好幾個月前 就是多倫多的來信來的 是怎樣可以軟轉些 不想坐上司的車 因為開得很危險 我只是聽到有朋友說 只是這一集 只是同事之間 可能幾個一起聽 都引起一些討論 當然啦 文世昌事件是個甜品 大家聽的時候 那次 不過最後一句 我們未開始今天的來信之前 朱福強你的角色 要再次欣賞 雖然你有時候 你都是即場去發揮 去演繹 你的logic 不過也有聽眾反應 是你的clarity of thought 有時候思考那個清晰 經常拿回去 要對提 你很著緊 要答正 那個聽眾要問的問題 這個是聽眾 I appreciate 那繼續 你看啦 我們來看啦 我們有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先 竟然是你新的口頭善 我們要回答他的問題 那我們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聽一下今天這個朋友的來信 在這天 入你景觀的我 在這天 遙點謙喊 和知不知獨 受誰應在天天增加 為講講講 一聲你可忘 在那天 為你覆過 李家豪 密志華 蘇根哲 朱福強 慰勞不取暖 當初一切 從逢時再不講他 今天的你好嗎 家豪 朱先生 芝華 蘇Sir 你們好 聽了你們的podcast兩個多月 很喜歡 這次有事情教 最近我對於我媽媽 在網上的行為 感到相當的沮喪 這件事對我們家 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媽媽一向都是口沒遮難 但是最近她對社交媒體 上癮 每天在Facebook上面 post了很多很多次 問題是她的一些post 已經過了火位 例如透露了我們的個人生活的細節 或者是傳播了一些未經證實的遙� 最近她發了一張我表底留長頭髮的照片 而且聲稱她只喜歡男性 但這根本不是真的 我妹妹都很尷尬 就好像最近 我媽媽在大家庭 WhatsApp群組裡面說 妹妹在戚冊那裡投了雲光 說妹妹是光蘇餅 引起了我妹妹和鏡粉親戚間的麻煩 此膠化的歲數永不停留 所得所失 朕說起轉轉心情人有招救 我們試過和媽媽談 等她了解在網上分享什麼 是要很謹慎 但是她總是當耳邊峰 我想她將社交媒體 當作一種發洩的方法 因為自從爸爸過了生之後 她一直很孤單 但是這個將我們的關係和私隱 帶了很多壓力 你們有什麼建議呢 能不能夠在不損害我們之間的關係情況下 讓媽媽控制自己的過度分享 我們希望以健康的方式支持她 請給我一些建議 我感覺這個問題 已經令我根皮力盡量 Josephine 我路有鏡中的我和我 是自由 媽媽令到Josephine 根皮力盡 因為都不是沒有告訴她 不過每次她都是當耳邊峰 有時簡單的一句forward 小女投了給尹光 還要告訴鏡粉的親戚 不知就馬上引起了騷動在群組之間 但是媽媽不是一次半次 Josephine說 經常過火位 即是一直有時間就post 一post新 她就上癮地post 根據Josephine這樣說 朱福強 如果媽媽是這樣 那怎麼搞呢 第一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 我就說以牙還牙 裝她的東西 當然無雙打壓 讓她知道 你說別人的私隱和什麼 是很尷尬的 那你不妨就post一些東西 她這麼喜歡post 在她裏post一些 令到她媽媽都覺得很尷尬 但Josephine就是想保護的媽媽 很明顯她看到 第一 免媽媽於尷尬 她自己也尷尬 但她也不想媽媽養衰 也想保護她 看來 你還反過來 把她的東西還養出來 Work都說還好 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這麼多考慮因素 又不傷害她 又可能令我開心一物 有時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就是你要自己知道一件事 有些東西這麼好的方法 這麼十全十美 你贏了 但她說她不想損害她們的關係 你這樣損害她的關係 你說她已經是損害關係 你說她 媽媽你不要做這些事 如果媽媽是小企 都已經損害關係 你叫媽媽不要做一些她喜歡的事 所以都是損害關係 所以我覺得 一些無雙大壓的私隱 你看她令她尷尬 我不知道這些事 沒有什麼所謂的 歐痕 又是不傷關係的 或者按你這樣說 是無雙大壓 無雙大壓得來 又不會引起她太大尷尬 那就可能沒有效 所以你就一定要想到 那些無雙大壓 而令到有效 這些我真的教不了你 那你就看看 什麼生活上的 你媽媽 是挺怕人提的 可能她跟朋友 某種的關係 什麼 挺怕人提的 你提一提她 假消息都不要緊 總之你不是犯法就可以了 她也假消息 令到她媽媽覺得 哎呦 都很尷尬 知道原來這些事 是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訊息 告訴她 你這樣做 是令人不快不悅的 那就看看是怎樣 每一次 每一次 朱富強做了這麼多集 已經年底了 她每次都說 不要說假話 這次第一次聽到她說 假消息都無妨 我說是假消息的原因 因為沒錯 露光 第一 朱富強不是鐵板一塊 首先這件事 是一成不變 我以為你是 快點問蘇博士 蘇博士笑得很開心 當然 蘇博士經常說 朱富強想說 我說假的 自己也是這樣 這個意思是 你要放這些消息 令她尷尬 那你要尷尬的時候 她就 打一打 再說一次 朱富強不是鐵板 也不是所有道德 我們要看形勢 我早就說是以牙還牙 以牙還牙 本來應該是不好的 應該是寬書 怎會以牙還牙 但是 我覺得她媽媽 你是不可以跟她講道 我覺得 不可以跟她講道理 蘇根治 朱富強這次很適合 我 除了說是守護舊書店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職業 就是社專欄 是 專欄作家 明報多倫多 那 社專欄 我一定要講自己的私人 即是 如果你 甚麼都不講 甚麼都是 媽媽是女人 誰肯銀錢買這個報紙 即是 要打開肚臍 你給人看 讀者才有興趣 但是 我每天提到詩人 我是很慎重 即是 如果這個詩人 是人家的詩人 又不同看法 不同做法 除非這個人已經過了山 或者我講哪間書店 這間書店 已經執了幾十年了 即是不會對人有影響 那這個媽媽呢 我看她都是 為甚麼要說 一些熟人親戚的詩人呢 我覺得她 有種心理呢 是這樣比較能夠吸精 你們反應越窮 她就越有趣 即是說其實如果有反應 越是燃燒 或者越火 其實她只會下一次更厲害 因為如果不是下一次 就吸不到你精 她只會越走火入魔 是啊 是啊 所以以前 黃毓民就跟我說 黃毓民 她說 為甚麼你不跟我的報紙寫稿 要寫第一篇書 我的答案就是 因為我跟報紙寫稿 報紙的讀者 是沒有即時的反應的 但是寫第一篇書 是即刻反應的 這個媽媽應該就是喜歡這種東西 你的反應越強烈 她就越有趣 那就是越寫越激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Josephine的擔心 應該要越來越擔心 如果是這樣 一定是 那究竟有不解決的辦法 因為我們只有這個節目 都希望幫人解決 我在Foodsport 看到大部分人的貼 都是說吃東西 那你最好引導媽媽去吃東西 就是把她的興趣轉移去大儀道 而不是叫她不要上Facebook 就是你想叫她不要說人人私 都很難的 最近看到有一個調查 它就說 所有在社交媒體裡面 全假消息的 都是60歲以上的人 那為甚麼呢 原來60歲以上的人 他們學會了Facebook 或者學會了WhatsApp之後 他們是以第一手新聞為榮的 一聽到 現在超級市場唱廁紙了 快沒有廁紙賣了 他們就第一手 就去轉載這個新聞 不會是證實 它是真的 還是假的 越快越好 大家就鬥快了 60歲 Josephine 你媽媽就是剛剛這個年紀 因為他們說甚麼都已經沒有人聽 他唯有一個方法 就是第一手 他以為全世界都不知道 只有他知道 他就很快地告訴你 但其實他不知道 全部人呢 你60歲以上 都會傳這些消息出來 那哪怕你是第一手 但是你都活了60年 有些會收到說 如果3月1日前 你不轉發這個消息 你的電腦會中毒的了 他們會轉發的 那大家就說 哇 你真是好東西了 就是個個都要有那個獨家新聞 都是為了吸精 是啦 蘇今次就說是 教他去 做那些煮食的 講食物的東西 他不是教他 在Facebook裡面講煮食 就是吃東西 你是教他去吃東西 還是教他在Facebook裡面講吃東西 怎麼可以吸精呢 對 吃一吃怎麼可以吸精 有啊 例如你媽媽 做蘿蔔糕很一流的 或者她吃過哪間食市 很好吃的 他就在那裡快點說出來 但是朱福強這樣問 只是說吸不到他精 這件事 要令到周青芬的媽媽 覺得是吸精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這樣轉眼一兩天試一下 有多少like就知道了 如果沒有什麼like 那也沒有用的 如果說 以前有 我的女兒 投了阿韻光 或者突然說 我的兒生喜歡男生 她有很多轉發 或者引起騷動 在WhatsApp裡 其實如果照這兩個例子 也未必就會有很多人按like 她不只是Facebook 她是WhatsApp群組 即是說 近身一點 她覺得那種的爆炸程度 吸精程度 應該是好過是太過離身的 你說說韻光 大把都說韻光 如果是這樣 是因為 是我的circle裡面的韻光 你說幾好 哇 個個為策 其實說韻光不是問題 你甚至罵韻光 罵一輪都不是問題 人家最多罵回你 但是你說自己 誰親人喜歡韻光 就是有問題 蘇根姐 我們就是在討論這件事 現在就是因為她這樣 我們說 她這樣 她的問題才會出現 那你們就說 好了 不要說這些了 就說這個吃東西 就這樣 就看可不可以代替她 這樣說這些 那我就說不行 我不知道 蘇根姐就告訴你 說 Josephina 你跟媽媽說 你多說點吃就可以了 那她的媽媽是不是聽 我的存疑 就是她媽媽 會不會這麼快聽 因為她媽媽 覺得說這些私人的東西 是真的賣座 肯定賣座 還有一種發洩 發洩 我就覺得媽媽說 一個男生 長頭髮 同性 另一年我覺得 我不相信 會有人很有興趣 這個男生 沒有人認識的 她現在只不過 媽媽是口沒遮難 口沒遮難 就不代表她 任何東西都要吸精 總而言之 她就是簡單來說 她就是說 第一 上社交媒體上上癮 包括在Whatsapp 都經常傳這些 沒有經證實的 第二 那些post過了火位 沒有說 她的基於動機 是不是說 我要好吸精 這個就是你的演繹 但是簡單來說 她就是說 她是口沒遮難 而她就善用了 將那個媒體 社交媒體 amplify 就是養出去 她就想去這件事幫忙 但是你說 這樣是不是說 轉去說說吃 媽媽 她就已經是 多謝你啊 女兒 那我講吃 是不是這樣就解決了 那我很傳疑 因為她的性格 口沒遮難 因為蘇金哲 你用你的角度去看 你那個facebook 就是全港澳很多人去看 她這個 只不過是一小說 她認識的人 她那種 她那種 什麼 什麼 媽姑爹 和那些女朋友 喜歡看這些 就是這些 她不是 好像蘇金哲 你那個 那麼廣大的 她不是這些 所以她說 她說表弟 流長頭髮 她是知道有人看到 是明白 是like的 但是真的有點困難 簡單來說 蘇金哲 因為你的facebook 是受歡迎 經常有很多點子 很多亮點 但是局限了你的想像 你認為個個都是這樣 你這樣擺一些特別的東西 擺一些食物 你不要說私人的東西 那些人就很like 但是 而朱鋒勤就告訴你 在這一位 媽媽 這位阿太的世界裡面 很細的圈子 是說這些東西 還有市場 有很多人就是出賣一些 這樣的小道消息 來吸睛的 就是媽媽一邊住 她一邊拍照 但是她不夠這些急精的 不夠這些急精的 不夠這些急精的 她媽媽做這麼多東西 都會做什麼 大哥 我現在不需要做什麼 你如果都是假的 她都這樣說 她可以做的 她長頭髮 買成本 要買菜 又要搞大茶飯 她也未必煮菜 她也未必煮菜 就帶媽媽去街市買菜 拍照 越來越靈地 哈哈哈哈 天洞的雨 新鮮些 就作為一個話題 每週為露 心談解憂 尼家豪 蘇根哲 麥芝華 朱福強 為露 不除靈 我個媽打筋 我個花打好一對律旁 分分鐘的吵叫 認真多話說 花打趕緊美蘇一行 媽打趕緊化妝 花打趕故事 媽打趕臭脂肪 我個奔妹工人 跟個馬姐三夫 醉街拍檔 馬姐聽嘟嘟 撐妹聽過賴喪 馬姐拔出腳架 一根白糖 不回說 no no you're wrong 一早起床 兩個一中一應 咬到上床 呵呵 認真好拍檔 你又你說 她又她說 兩個字字喳喳 咬到變黃 曬聲海氣月 雪嬌熱狂 喊到拆喉嚨就快乾 你又你說 她又她說 兩個傑傑呱呱 口水蜿蜂 始終都沒有結論咬到天光 真是雞同鴨講 才給到我 雞同鴨講 認真我講 在這位桌子 不是每個人都是 我知道你的觀察就是 我不要管這位桌子 我見到很多人都這樣做 怎麼都有一班人 是喜歡這樣 你的意思是 但問題你都要前提過媽媽先 有時 喜歡那種爽 不是為了要Like 又不要看到別人 有時那些要求那麼低 喜歡有人注意 可能有時是因為她那種爆炸性 之華 我那種獨家性 那種是我才知道 那種是為我獨有 那種爽 不是說 我多Like就可以了 爆料那種爽 不是說 多人Like我喜歡吃什麼 拍下我今天茶餐廳一杯奶茶 那張單 有些人連單都拍出來 我會覺得 不爽 寫這些東西 有些東西我會去看 就是 如果真的能夠介紹到 有些很特別的食物的地方 即不是說 她自己吃什麼 於是就拍出來給人看 我今天吃什麼 我今天吃什麼 不是說 今天四寶可寶普通通 又拍一張 即是她是真的有些很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舖頭 她會有什麼介紹給人 我很喜歡那些 我反而喜歡那些 甚至會跟著她去吃東西 我還會找 我還會怪她 為何不把店舖的名字 說得清楚一點 那個標準就是 如果她給了一個新的知識 我就一定去看 很尊重這些人 新的知識 不是我已經知道 那我就去看 因為你沒有讀特性 其實找鬼看嗎 你一定是有些 加了料 有創意 但是對於Josephine來說 難道她怎樣 她叫她媽媽 給一些創意來 媽媽 訓練她 你去怎樣 我們的項目就是這樣 可不可行 當然不可行 就是 現在我們在說她媽媽 那最後答案是否不可行 我覺得可行的 你教她 譬如說 媽媽 你那個公仔麵 你煮出來跟我們不同 什麼 媽媽不如你寫這個 媽媽總是有一兩道拿手菜 譬如我外母她做肉餅 是有她一種的方法 總是媽媽都有一兩道 譬如我媽媽做東西吃就厲害了 她是做那個咕嚕肉 她有一些是跟外面有少少不同的 可不可以就把那個家傳 那一兩道菜 又發揮一下 是的 你們要幫她這件事 但是問題是說 她媽媽的興趣不會因為這樣 而全部百分之一百就在這裏 有時候有些人最快速的解決方法 打針下去 打孝藥 譬如說她不知道她打人 你不打她 令到她知道原來打人是痛的 那她就繼續打人 那她不知道原來殺死人才是殺死人痛的 她照做 但你施以適當的看法 令到她知道都是痛的 這是我看法之下 那她想過呢 最蘇根哲的答案 竟然出自朱福強的口 不是出自蘇根哲的口 那問題就是 她要令到她明白 這樣是傷害到別人 你怎樣最快速的呢 就是有些事要傷害一下她 朱福強要欣賞她 每一次答案 她就最怕離題 她一定要是淤淨的答案 這是她的強項 那蘇根哲 針不刺到肉不知痛這個策略 就這樣聽來又好像無懈可擊 你不是今天又做回道德L 是嗎 那可以用傷害自己來吸精 那如果面對一個口疏的長輩 怎樣搞呢 封鎖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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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先第一個部分 Josephine是先封鎖消息 如果是這樣說 你的表弟留長頭髮 一定是你們大家先談開的 或者你的妹妹成為光酥餅 起碼不要讓媽媽知道你投了穩光才會叱咤 是啊 搞到最後只有這個方法 因為你是可以不讓媽媽知道你投了穩光 甚至是 留長頭髮你的表弟可以讓她知道 但是 她媽媽曾經發過假訊息 意思是她不知道的時候 她就想 不想像力 她不知道女兒是投了穩光 她自己都可以說她投張敬軒 或者想一些東西出來 哪怕你那個不是一個解決方法 她的表弟留長頭髮是事實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她當作服裝 是 你說她自己是喜歡男性 那個就可以加上去 真的很可憐 媽媽 媽媽就想當然 好地地的男生 怎麼會留長頭髮呢 就是喜歡女生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剛才說的 蘇根治也扔了個球出來 如果是這樣 自嘲 教媽媽自嘲 一樣可以很吸精 不懂的 蘇根治的 如果不懂自嘲 之後又回到你 蘇根治 會不會在 媽媽不懂自嘲 會不會都是 退而求其次 都是用回朱福強的方法 以其人之道 還是其人之身 是否今天 在台面上最好的方法呢 我們都想到幾種的 第一 就是我 以牙橫牙 我封鎖消息 兩個 封鎖消息 還有 就是 印開她的注意力 就是發展 就是類似蘇根治的說 蘇根治就說 教她寫食 食物 也有幾個 你看 Josephine怎麼想 而她特別 也有提到一點 Josephine的封信 其實她說 她覺得 她媽媽的這一系列 在社交媒體的動作 是一種法事方式 因為她說 自從 老爸 即這位媽媽的老公 去世之後 她一直感到很孤單 所以 她應該是 在這種抗拒孤單 面對孤單 的一種法事方式 只不過是因為這樣 而帶來了她私隱 關係上的壓力 這一陣 有沒有需要 是 都考慮呢 如果幫到媽媽 就由得她 因為至於老爸死了之後 她都孤單 會不會有人建議 大家都叫Josephine 隻眼開隻眼閉 呢 她要有個存在感 人家都會覺得 like她 她就覺得 我很有意義 我們叫她找一些 認同感 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媽媽是有知識的 就鼓勵媽媽寫讀書的 讀後感 影評也好 參加讀書會 可以這樣 順便 一句蘇根哲的建議 就是叫媽媽 寫讀後感 寫讀後感 或者聽我們節目之後 聽後感 哈哈 聽後感 即是你收回說 說食 是不是這樣說 不會 都是一種方法 物資華 無可避免的 你到這個年歲的時候 你真的很想 有一些人like你 你是會覺得自己有那個存在價值 唯有就是 講一下人家 怎麼傷害到人家 其實就是暗語給你媽媽 知道那些北京大佬 鋪出來的那些東西 是會有傷害的了 尊富強 我也是那句 你用其他什麼 引開的主要力等等 這些東西 可能是修效 但是 他也是不能夠 令到他滿足他的那種 要吸精 和發洩 這些什麼 當然 都是應該跟他說 雖然他說了 說不是很成功 不過我覺得 Josephine 你也是應該要 更加有耐性 就是跟他說清楚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就是那種嚴重性 因為你私隱的問題 很重要 還有有時真的 可能是犯法都不出奇 就是告訴他 應該在說的時候 再做一件事 給他享受一下 就是類似的 你很堅持 以其人之道 還以其人之道 不是 那件事給他享受 就是用來做這個示範 比如這樣 你先怎樣 讓他知道 不是意思是 我只是教你 不要打人 打人是什麼的 你試試你這樣打人 我現在打他 你覺得怎樣 這個動作 我覺得他也需要做 我覺得是這樣 最後這句 竟然是例子 比蘇庚捷更蘇庚捷的 朱福強 而就有一個 給麥芝華 跟麥芝華的 蘇庚捷達福 突破了我的賞場 今天就到這裡 明天有我的回信 繼續跟著還有蘇庚捷 麥芝華 朱福強的回信 今個禮拜 再聽聽聽大家 有沒有好巧 Joseph B 希望幫到你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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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 認真 家中心出頭 喜患令我醉頭 一家真的愛 情節口 解憐 解憐四人台 霧底深潭 明天有李家浩的回信 四位主持人 你好 親愛的四位主持 幾位 我現在很煩 幫幫我 愛上好姐妹的未婚夫 一發不可收拾 前晚老爸有情緒勒索我 那一刻我真的受不了 在他面前爆哭了 沒想過 我會在中學校有派對 疼了那個 十年沒見的舊同學 我這個月喝酒 唉 喝到我也有點擔心自己 真心瘋 我到現在做那份工作 覺得很厭煩 看不到前路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 應該怎樣下去 好灰 現在我37歲 周不時都要說服自己 我單身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我可以怎樣做 你們說怎樣開始好 你覺得我不用擔心 幫我 請你們教我怎樣面對他 好苦怒 救下我 他們寄上來的時候 其實心裏都有個答案 我們四個的回信 當時人是未必適合聽 但四個絕不一樣的解答 總有一個幫到你試試 李家豪 麥志華 蘇根捷 朱福強 每週慰勞 慰勞 不取暖 請到 為了 為了 收聽Podcast YouTube 心談節目 為了不取暖 解憂 四人台 無底心談 為了不取暖